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飞所有波音737 MAX 8和737 MAX 9飞机之后 波音的股价应声下跌 跌幅超过2% 随后受逢低买进 利空出进等因素的影响 受其股价有所回涨 到美股收盘时 波音美股收于377.14美元 较昨天上涨了1.73美元 涨幅为0.46% 11号和12号波音股价连续两天暴跌 两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1%